大家好,欢迎收听到《妄向快步》,今天六节目只在2019年11月2日 这里有我是纽西兰的伊德台仰,你也在马来西亚马来近 大家好 在台湾去刘山 大家好 加拿大加产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在节目之前,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继续壮大我们这个中立模式,不分黄蓝的频道,是模式的频道 继续宣扬理性的声音 这一节我们回来,大家都看到我们的画面就是关于 这个是深度探讨和理性分析,这个肩头社工究竟搞什么 为什么这个肩头社工遇上许智峰,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是否很可憐呢? 大家看这个肩头社工的记招,都可以看得到很可憐的 这个样子 黑情上面,女流满面 八情也有,何知七情上面,八情九情也有 我第一眼看的是那个艺员陈国邦来的 有两分 陈国邦的样子比他更可憐 这个社工,我们先说什么事 大家听完再分析一下里面有什么疑点,还有为什么会和许智峰近似呢? 这个很值得探讨的,大家心理和犯罪的互相交战 这个叫做社工Key,K-E-Y Key,就是锁匙的 不知道是什么,一条万能Key 叫他自己做万能Key 万能Key,那是不是陈志全知不知他 那个叫什么,岑子杰知不知他 对不对,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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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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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不是英文的名字吗 的 不是英文了 而且最喜欢钓匙 他最喜欢做什么呢 就是 扭来执拆 开关 ooh 开锁之前是什么 扭下去 我们认识吧 英文名字就不讨讨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旺角尼敦岛 曾经是前凡那八度的赎辰 他就在荔枝角度交界休息处的时候 就怀疑被警棍打伤头部就投破血流 就说他这个劳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 他今早就说社工在这个示威现场 就未必是以社工身份出现的 或者是以暴动友的形式出现的 不要被人召唤的时候 你就说我是社工就别帮我 我社工的尊严,你一棍打碎我们社工的尊严 那是不行的 担迫他就说 这个疑似陈国邦的社工阿Key就说 什么?我24小时社工,并不是做8个小时 哇,这么拼? 是啊,拼过少家俊 24小时,24小时有量出 24小时,那大家试一下晚上打给他 本事打给他,不是叫人够喜欢伤字 喂,我需要社工的支援啊,我有点不开心啊,阿婆 可以不可以安慰我社工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应该是我的支援 他24小时是on duty的 半夜问他如何申请终援 行不行,不可以安慰我 他只能填放 那天晚上他就穿着这个风衣 还有这个波鞋,哇,被打得也炎有血迹 少家俊说,原来他为了保护阿婆 遭到防火警打破头,缝了五针 他参加过没有冲突的集会 有警员就来质问他 你是不是示威者 然后被警察一涌而上 跟那个妻子有关 有些警员就抓住那个妻子 他想上前保护那个妻子 谁知道感觉到被硬物击中了 他坐下的时候,他的头很湿的才爆肝 他就说 他就觉得自己呢 他为什么在这个记者会那里拿着咪哭了 有点像古剧机那时候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我真的很喜欢做社工 怪不得了,他做24小时 哈哈 24小时 然后他就说,星雷俱下 记者会对他说 我来保护市民 又不是阻碍警察工作 希望警察 警察回到市民身边保护市民 不要先攻击警察 是不是 首先 然后他就说 不是说我得奖感受 他们说 那些警察完全是失去理智的 那些 然后还说 有其中一个社工 那个社工还说 被胡椒噴毛噴到 噴到面 他说 噢 噢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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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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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他就 不是 这些猫 那些胡椒噴毛 是不知何地方 是 pharmac Colore 有毒的 努力 噗 dj�� 先走了 啡 把嘴巴吞掉了,吞掉下肚子 那就不对,把嘴巴吞掉了,你起码喉咙会痛,对不对? 他很痛,我觉得他是搞长沙之类 他去厕所 我看了几次这句是假的 所以我们说这些行为是否很像许智峰 都失去理智,是他们失去理智多一点 这个社区总干事,社工界的总干事,许丽明说 哇,我们只是表达四大诉求,我不知道你吞到哪个诉求 少了一个,可能那里不需要 社工界,社工界的诉求低一点 少一个,四个就算了,四个就收货 他就说这些失控的警员真是很麻烦 叫他快点调你前线,还要提供心理辅导给他 警察就说停止他们以权谋私 谋什么私 不知谋什么私,他可以说的,山草药 因为以权谋私,所以使用过度武力 打劫现在 没打劫谋什么私,我真的不敢 打你还要浪费力 要赔钱啊,弄老子棍,是否应该这样 要八分之棍,我觉得他们真的散草药 促请警方交代使用武力园 这个记者招待会,我觉得最大的破绽在哪里呢 就是当时被区康的偽疑似陈国邦保护的这个阿婆 对啊,阿Key啊,他没有叫上来 对啊,那个阿婆不知道他去哪里 对啊,真的啊 你是这样说,片面支持而已 对啊,可能是 他粉身保护的这个阿婆 就算阿婆不以身伤她 也起码出记者招待会 很有力的啊,证人 对啊 最起码是姓蕾,他一起哭了一份 一边抱着,大家都很惨啊 哈哈哈哈 我有个孙子,牵伸给你了 对不起孙女 哈哈哈哈 男女都可以的,可能他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对啊,我们再深度分析一下 为什么跟许智峰近似呢 许智峰刚刚刚有一段影片分享出来 对啊,许智峰也是被人拍到 是劝警察,麻烦你冷静点 警察麻烦你冷静点 接着有个Madam都很礼貌 都忍着他 你不要在那里做戏 你快点跟我上行人路 但是他死都不想 麻烦你冷静点,麻烦你冷静点 我来保护市民 又是保护的 对啊,这个又是保护阿婆 那你是许智峰 为什么许智峰这么久也没爆过头呢 他保护这么多市民 那他是有特权的 因为他是议员嘛 他有特权的 这位Madam这样跟你说 他忍着手的 他都阻挤着手 但是他始终都是一个议员 都是比较知名的议员 还有是知名疯癫的议员 他忍着手 叫他劝他上去 他最后都死死地气站上去 算是和平解决了他 暂时 那这个社工是否应该要学一下许智峰呢 是的,我想这位社工 为什么会被人打 假设他真的被警察打过头 我相信他之前做过一些挑衅的行为 才会这样的 无端端怎么会被人打 你看许智峰也没事了 他也是跟你做一样东西 许智峰也是保护市民 你社工也是保护市民 你保护市民被人打破头 为什么许智峰也没事呢? 肯定你这位社工 之前做过一些不恰当的事情 我记得在这动乱初期 有很多社工也是这样的 记不记得有一个女社工 也是站出来说的 拿着麦克风不停在说 到最后就被人抓了 到中期就被人抓了 每一次好像在旺角那时候 有个女社工就站出来 不勤地叫麦克风长片大论 和许智峰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请警方冷静点 那时候警方就 记得记得 他们只是想回家 他们都是家人 他们都想回家吃饭 对 基本上现在是一样的 所做的事情 就是这群人一直都是用这种伎俩 大家留意一下 为什么Elon会抓到那么多人 就是说你连街坊都打开 就是因为你们不停的同一种伎俩 在暴动发生的 就是在暴动发生的 扮民去阻撓警方做事 或者利用自己的身份上的特殊情况 来帮助他们在暴动现场 就参与暴动 例如那些黑记 党在警察面前 许智峰这些 继续党在警方的前面 好像这个社工阿Key 究竟是不是保护一个阿婆 还是保护 是不是真的要保护一个阿婆 这个是不得而知的 是吧 其实当初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们这群人包括记者 并全部剔了 如果他们是走出来 说 我会劝这群人走的了 你真的劝到这群人走 不再搞这些暴动下去 是没事的 但是你这群人 已经没有互信了 记者和记者 这个运动走到今天 已经跟警方完全没有什么互信了 不单止是跟警方 两个阵营之间 你应该是要做桥梁 应该是要保持中立 但是其实你们不是 因为你们是串通同一道 是串通 不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当有事发生的时候 就屈警察 然后煽动 不停地说是警暴 是警暴 是警暴 我们要打低警察 五大诉求 推翻政府 你们是想着说这样的 直到你们说要 扔汽油弹 杀警 你几乎杀警 警察下单就被人搏头 这些东西 不得了? 你们基本上 你们基本上是 你们这班人是满用了你们的身份 不去做本业 是满用了 不过越来越 于是就搞到现在这样 没什么 也挺像 也不是没什么 头都爆光了 但许智峰就很幸运 许智峰就学了做社工 明明是议员就学了做社工 不如你以后不要做什么 走去考个社工牌 好过 这节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好啊 好啊 先到这里 拜拜